很简单啊 一是因为你太突出了 可能不经意间 已经让一些人 看着觉得不舒服了 二呢 是你不会合于奉承 不会奉迎某些人物 你们这一次提拔的刘飞 这个人我是打过交道的 这年轻人一看那个眼神 一听的说话 一看的笑容 就是个宦官场的料 就很适合做领导的根屁虫啊 这样的人 在官场上属于一个 比较典型的类群 脑瓜子转得很快 很会讨领导的欢心 能做大爷 也能做孙子 但是我不希望你做这样的人 我希望你能凭自己的 能力和能量 既能在官场里搏杀出来 又能保持一个人 最基本的气节和脊梁 官场里 这样的人 也是不少的 他们没有关系 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凭着自身的努力 兢兢业业干工作 勤勤恳恳出大力 团结同事 中庸做人 左右逢源 擅抓机遇 既八级领导 又不背躬屈膝 既你争我斗 又不勾心斗角 既团结大多数 又不拉帮结派 既察言观色 又不趋于奉承 既上下通吃 又不道德沦丧 这样的人 也是一样能爬上来 一样能实现人生的理想 他们 往往能保持住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 身居高位 而心态自若 良性很少会被道德所谴责 杨哥这话 生活是毛锁灯开 我脑子里一亮 一直困扰 困惑我的难题迎刃而解 我仿佛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杨哥看着我说 这个刘飞 给我的感觉是有着和年龄不相趁的心机和莫测 心术有些复杂 小江 你的性格太豪爽 太热情 太容易相信人了 而且 你很善良 我都知道 这是你的特点 遇到好人是个优点 遇到坏人 这是你致命的弱点 在单位离婚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特别是和你存在某种竞争关系 彼此利益冲突的人 在单位里 除了个别的异性之间 同性同事 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朋友 从你参加工作开始 你就不会再有真正的志同道合 可以推心致富的朋友 你真正的朋友 只能到回忆里去找 到你的同学中去找 有些人 不管他对你多好 表面上你可以亲密无见 但是心里 你始终要筑起一道围墙 一道不可逾越的围墙 一定要保持一段距离 绝不可以放松警惕 吃一千掌一掷 去年你在报社出事 我后来听说了 其实我始终觉得 你可能是被人暗算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了我 一定有人利用你的某些缺陷 抓住了你的死穴 把你暗算了 我对杨哥的这番话 很是佩服 心悦成福的点头 杨哥继续告诫我说的 婚官场 要适应各种人 不管是你喜欢的 还是你不喜欢的 都要学会适应 学会和他们打交道 学会在他们之间周旋 逢场作戏 这个梅灵 这个刘飞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厌恶 最起码 你要做到一点 那就是表面上 让他们觉得 你对他们没有恶感 让他们觉得 你对他们是真诚的 起码是无恶意的 特别是梅灵 和马啸天的关系不一般 虽然谁也抓不住 他们什么把柄 但是 谁都明白 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刚才故意在 马啸天面前发火 说梅灵 就是要让她知道 我对她的看法 让她有所收敛 现在梅灵是 马啸天的红人 在报社如日中天 下一步 她能做到什么位置 不大好说啊 我估计 就凭着她和柳月的关系 她对你不会好了 你以后在她面前做事情 说话 要注意一点啊 我答应着 心里很犹豫 我想把梅灵 写匿名信的事情 告诉杨哥 可是又害怕 杨哥追根究底 将我和梅灵的事情 问出来 要是那样 这个事情 可就真的麻烦 估计杨哥能气个万死 而我呢 也从此会从杨哥的 辅助计划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掂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不说得好 就让这件事情 成为我和梅灵 这个骚货 永久的秘密吧 我知道 我不说 梅灵更不会对人讲的 讲出来 马书记会将她 和我这一对 肩夫淫妇 统统地干掉 梅灵虽然喜欢炫耀 她和某某人的关系 不一般 但是那些都是 市里的大官人 我这样的小卒子 不知道她炫耀 炫耀了 也提高了 她的身份和光环 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听陈静和我说过 梅灵的嘴巴 什么都敢说 有一次在市里 和某一个市级领导 跳了一次舞 回来就 含含糊糊地 对人暗示 她和那领导 有过那关系 从此让人 对她不敢小看 我向 吉柳叶告诉我 说梅灵和张处长 关系很不一般 张处长 曾经多次夸赞 梅灵的事情 那么张处长 现在是不是 已经被梅灵放倒了呢 这种事情 只要抓不到现行 永远都是个谜 只是猜测 还有刘飞 长远来看 综合来看 我的知觉 这个刘飞 要比梅灵高深莫测得多 梅灵更多的是 凭自己的身体和美色 而刘飞凭的是心机 这人其实今后的发展 很难以琢磨 你和他 一是要搞好关系 二呢 是要高度戒备 当然 是外松内紧 从心里戒备 这个人如果成为了 你的对手 人比梅灵可怕得多 当然了 我们不想输敌 但是有些敌人 有些对手 你是无法回避的 你不把他当敌人 他就把你当敌人 即使成为了对手 也不用害怕 面对就是了 正好是锻炼的好机会 今后你有什么问题和难题 想不开的 和我说 我帮你拿主意 你杨哥别的不行 这混官场 经验丰富得很 足够可以做你的老师了 不管咱们俩是什么关系 只要你需要杨哥帮忙 杨哥会尽量地帮助你 指导你的 杨哥带着昆蓉和大度的笑 看着我说的 杨哥最后这句话 说得让我心里直跳 猜不透杨哥是什么意思 杨哥不点破 我自然什么都不说 我记起杨哥刚才说的话 学会接目 今天来杨哥这里 没有白来 收获很大 杨哥又给我上了一堂 生动的官场公关课 在柳越和杨哥的双重教导下 我幼稚的政治大脑迅速成熟 迅速地接受着各种新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正在这时 杨哥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杨哥拿起电话 喂 哪里 杨哥刚说完 脸上的表情突然绽放 哈哈哈哈 老同学 张处长 不不不不不不 我很快得征服你为张部长了吧 哈哈哈哈 你的事情啊 我早就听省委组织部的人说了 敢组织的 就这提拔的消息灵通 祝贺你啊老同学 你以后可就是我的领导喽 怎么样 什么时候来上任啊 我得提前预约 到时候好给你接风啊 不然晚喽 排不上号喽 我坐在那里 听着杨哥的电话 闹在一个机里 张处长 张部长 诸贺 我的领导 来上任 接风 什么意思 这张处长 莫非就是省委宣传部的张处长 莫非是张处长要提拔 而且要提拔到江海来做 不知道什么部的部长 还是杨哥的领导 杨哥是证陷阱 那张处长 无疑就是腹地级了 我的大脑飞速地旋转着 听杨哥继续打电话 杨哥在满面笑容寒暄完之后 这会儿却是凝神地在听着电话 眼神十分专注 不出地点着头 嗯 你说 哦 我听着呢 这事你考虑得很周到 现在呢 先保密 等你的事情敲定死 咱们再具体地操作这个事情 好 他那边 我去做工作 你一走 就更没有人管他了 居心婆厕的人就更放肆了 不说别的 光唾沫就能把他淹死 所以 他必须得走 嗯 嗯 这事到时候我先和他谈吧 你在出面做上面的工作 这上面的工作 其实很好做 从上往下放 简单 关键是他本人的工作要做通 嗯 是啊 他这个性格啊 太强太强了 有时候我的话他也不听的 好好好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等你的事情一敲死 我立马就去吸睛 哈哈哈哈 老同学 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啊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就先这么着 再见啊 打完电话 杨哥的精神突然很清爽 有些神色飞扬 突然就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眼神带着笑语看着我 我在旁边听得是惊心动魄 凭我的直觉判断 这事好像与柳月有关的 难道是杨哥和张处长 在联合地为他操作什么事情吗 我的心里顿时就起了波澜了 摸不透行情 却也莫名地兴奋起来 小江啊 过些日子呢 我或许会举办一个私人宴席 到时候你来参加啊 杨哥又用那种难以捉摸的眼神看着我 我忙点头答应 站起来稀里糊涂地告别了杨哥 回到了报社 我由衷地感觉 在杨哥面前 我真嫩嫩 今天虽然我的脑子里 就是增加了几个谜团和困惑 但是我得承认 在杨哥这里收获破风 特别是杨哥亲自 为我签批了副科级备案 也就是说 在组织部的档案上 我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 和我老家乡里的副乡长平级了 比村长还高半格呢 也就是说 刘飞在报社里内部虽然比我高半格 但是对外 他和我是一样的 一个级别 我不觉得心中有了一丝成就感和自豪感 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我自己可能感觉不到 认识杨哥和杨哥在一起聊天吃饭 有什么殊辱 但是在外人眼里 在那些小干部眼里 他们一定是无比羡慕我的 我和杨哥的特殊关系 一定得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杨哥和柳月的关系 好像没有任何人知道 起码我没有听任何人聊起过 这足见杨哥做事情的老成臣们 我打定主意 虽然杨哥让我有些事情就可以去找他 但是没有足够大的事情 我还是要自己去处理的 不能轻易麻烦人家 我决心主要是靠自己去打拼 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地位 毕竟我和杨哥非亲非故 这个小表弟的黄子 还是沾了柳月的光 不能随便用 一旦杨哥要是哪一天 知道了我和柳月的事情 我这个小表弟 或许就死悄悄了 从杨哥这里 我突然明白 我今后应该怎么和刘非 梅林打交道 回到报社 我去办公室拿了一份文件 经过刘非办公室 正好刘非正坐在办公桌前 向外看着呢 我主动地站住 冲刘非热情地笑了一下 刘主任 发什么呆啊 不忙了 刘非大概没想到 平日里郁郁寡欢的我 怎么突然会对他热情起来 脸上一睁 接着就笑呵呵地说道 江主任 来来来来 进来坐 我这办公室啊 你可是从来不进的 今日三生有幸 你这个大主任 能进来赏光了 我进去坐下 冲着刘非打着哈喊 哎哟 刘主任 不是不想进呢 是不敢进呢 你这是报社的 中枢核心机构 你天天那么忙 日里饭机的 我怎么敢进来 打扰你呢 刘非笑着 口气变得真诚去了 江峰啊 你可别跟我见外 咱俩是一个不舍的老伙计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老弟 带的 再说了 咱们呢 都是柳月主任的弟子 柳家班的 我可是一直没有把你当外人哦 跟马书记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是经常在马书记面前夸你老弟的 现在咱们报社新闻这一块 就属你了 马书记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 嗯 谢谢老大哥厚爱了 我脸上的表情更加的真诚 柳月主任带了我一个月就走了 这剩下的日子啊 幸亏老大哥关照指导和帮助 不然呢 我哪里能成长到今天呢 咱们报社 行政这一块特别是办公室 是整个报社的运转核心呢 办公室主任 是需要具有相当的政治素质 和行政能力才能胜任的呀 马书记让你干办公室主任 足见马书记对你是高看的呀 这办公室主任的政治前途 比我这个记者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可是要远大的多了呀 今后 刘主任是前程四姐 今后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呀 哪里哪里 我能力一般 反正啊 就是尽心尽力的为领导做好服务 为以马书记为核心的报社党委搞好服务 为报社的各兄弟布什搞好服务 做好上情下达 下情上报 为领导当好参谋和助手 让领导和同仁们满意 也就算是说得过去了 刘飞前上这说道 得 刘主任 别在我面前谦虚了 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你现在是马书记最信得过的人 是马书记最贴心的人 你的政治前途 无可限量啊 哈哈哈哈 姜老弟呀 过言了 我和刘飞在融洽而亲热的友好气氛中盘谈着 彼此之间充满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我和刘飞在一起